好,我今天的信息就讲到主耶稣復活带给我们的祝福 主耶稣復活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但很多人就觉得復活节 而復活节的庆祝在外面是有什么呢? 復活蛋和復活没得拉肩的 不过可以有个意思就是 蛋就会生一只鸡出来 本来好像蛋很像没有生命 然后生了蛋出来 所以有復活蛋 也在外国有復活兔子 这个真的没得拉肩的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庆祝 并不是一定跟復活节有关系 而我们庆祝復活就是说 耶稣真是活着 祂真是復活 并且现在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可以经历祂的 是有肯定的证据的 首先讲讲死亡 復活相反是死亡 人很怕死的 通常人对于死亡很怕 譬如医生说你有癌症 这个反应比较强烈 未必每个人反应是这样的 那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反应 哇! 真的会死亡 人会害怕的 那这个照片有什么拉肩呢? 我是说人是有年轻的时候 然后是会一路一路 真的会年长的时候 人一定会变老 虽然我六十六岁 虽然我六十六岁 但也这么健康 也这么有力量 这是神的恩典 但是你看得到 以前真的很不同 原来人人都是一样 不能走鸡 个个都会一样 慢慢变老 有一天都要离开世界 但是有復活 我们就不用怕了 这是讲到復活节的早晨 当时有什么发生呢? 就是这个地大震动 然后天使开了这个墓门 马太二八章第二节一起读 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力使者从天上下落 把石头捆开坐在上面 他的样貌如同闪电 衣服结白如雪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混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父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了 丁实自家的耶稣 这个圣经所说的 就是耶稣的復活 很多人都听到 当是故事来看 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经 原来有这么多证据的时候 我会讲一些圣经的证据 我们就会说 这个真实的情况 真是有一个创造天理的神 是前外并且有胜过死亡权势 是有生命力的 其实这个石头捆开的时候 天使捆开的时候 里面是空的 耶稣已经出来 他不是走出来的 他是可以透过空间 可以透过那些墙 他走出来的 这个是耶稣的復活 当这个天使出现的时候 他是样貌好像闪电 在圣经里面说到 在神面前的天使 好像有些闪电在他中间 他们那种能量很强 神的能力很大 在天上是没有难阻 所以在天上的时候 他们好像闪电一样 然后他们的衣服 结白如雪位 完全白 不是只是普通的白 是真的属天那种白 那些人就很害怕 其实没有人能够站在神面前 如果真是一位 创造天年的神 没有人能够站得住 那些兵兵就很害怕 就在那里害怕 好像跟死人一样 而天使对婦女 就说不用怕 这个也都回应她的感觉先 不用怕 她知道她是害怕 我知道你是寻找了 钉十字架耶稣 一起读下第六节 他不在者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以思 我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就是耶稣已经不在 开了墳墓的时候 耶稣不在 为什么有兵兵呢 因为祭司讲 耶稣在生的时候 因为祭司来说 他不相信耶稣 他就觉得耶稣迷惑 他说第二天呢 一会被人偷了尸体 还会更迷惑更大 因为那些人就说 他复活了 所以就派士兵去看守 那这些士兵看守 因为罗马的兵 是很严格的 如果你没有做好你的职份 是可以判死刑的 所以呢 他们是一定会看守 那个坟墓的 没有可能在那里 偷了那些尸体出来的 但是呢 他们就因为那些 祭司就跟他说 他说 是他们睡了觉 被人偷了 但是这个呢 在罗马兵来说 是不可能的事 然后天使就说 你看看这个安放的地方 看到耶稣已经出来了 你告诉你的门头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而且呢 去了加利利 在那里 你要看见他 我已经告诉你了 那这里 就是说给我们听 耶稣从死里复活 首先见到的就是父女 就是他见到耶稣从死里复活 而我们知道耶稣今天活着 为什么呢 很多原因的 一会会说一些证据 另外呢 就是我们祈祷真的会经历到耶稣 并且我们奉耶稣灵可以赶鬼 又医病 并且很多人祈祷真的见到耶稣 真的见到天堂 见到耶稣 给我们知道耶稣是现在活着的 甚至有些其中一个反对基督教的宗教 他们是很多人很强烈反对 并且杀害基督徒的 他们有很特别的经历 其实现在有数以百万计 这样的人 他们在祈祷他们问 到底神你是谁 他们就见到耶稣 所以有很多这些的异教徒 他们结果信了耶稣 最近我见到一个牧师 他是会去中东那里去做宣教的 他去宣教 他就说到他曾经去那里几次 那里就有个牧师 那里有个牧师 其实有不同的牧师 那里有个牧师 然后呢 有个异教的人 女人来到 那个异教女人很兴奋 他说呢 我呢 这个牧师不懂听的 就是去探那个牧师 其实是香港人来的 去了美国 然后他就会去中东的地方 那他是不懂听的 不过后来翻译 原来他指申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发梦见到耶稣 所以他变成了耶稣 那他就去到那里 告诉那个牧师 但是他见到那个牧师 并不是很惊讶 后来问他 为什么你不惊讶 他说我已经听过几百次了 就是有几百次 有些人呢 一个牧师都见到几百次 何况更多牧师 会见到更多 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复活 对不起 是见到复活的耶稣 亦都有很多人复活 真的有很多人 奉耶稣的荣祈祷 是复活的 他们见到复活的耶稣 这个是带了很多异教徒 信耶稣 这个在网上大家可以见到很多 好了 首先就是圣经正视耶稣复活 圣经讲到耶稣复活 并不是好像一种传说 是很真实地说出来 那我们知道呢 高龙多前书是哪个写呢 就是保罗写给高龙多的教会 而那些人呢 是与耶稣同一世代的人 就是他们会有很多 有些是犹太人 有些是外邦人 他们会曾经去到 这个以色列的地方 听过关于耶稣的事 所以呢 他们来说是会知道 耶稣所行的神迹 耶稣所做的事 以及门徒的改变 而保罗会这样说法 就是说是一个挑战 基督教也都会来告诉他们 基督教可以站得起挑战 就是如果耶稣没有復活 一起读 如果基督会有復活 我们所传的这些字枉言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言 16节 因为死人就不復活 基督也就会有復活 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復活 我们传的就是枉言 信的都是枉言 因为死人没有復活 耶稣就没有復活 即保罗不是说 黑盲眼信有很多人 我以前还没信耶稣 我以为呢 信耶稣是怎样呢 那些婦孺之辈 又没有什么倚靠 又终于在教堂得到安慰 即我以前是这样想的 我没有想到他是真是有真神的 即是那些人很需要倚靠那些 但后来我发觉 原来圣经有证据 我就开始好奇 我就去研究 发现真的很多证据 即是圣经是可以站得起挑战的人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方面挑战 其中一个就是耶稣有没有真的复活 可以挑战的 可以有肯定的证据 给我们知道耶稣真的有复活 如果耶稣真的有复活 有升天 那我们将来一齐都会和他一齐复活升天 将来基督徒呢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和他一齐改变形象 以后那些基督徒死了的 就会一起复活 一齐被提到 空中遇住相遇 和耶稣一起的 是很特别的经历 你忽然间呢 凡是信耶稣的人 就忽然间变了改变形象 忽然间会发光 充满荣耀 跟着就被提上天了 那时候呢 如果你看到旁边的人 咦他发光 他改变形象 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变呢 那时候呢 已经是太迟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关心这件事 我们是否真信耶稣 和耶稣有生命的关系 那时候呢 我们就真的会改变形象 真的会被提在空中遇住相遇 还有呢 有复活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将来在新天身地 永远享受神秘爱和喜乐 新天身地呢 就是在那里呢 再没有烦恼 没有病 没有痛苦 没有衰老 我个个都会更年轻 我 我的头发都会更年轻 所以你要看买我的照片 你才认得我 要不然呢 到时你不认得 咦 这个有头发是哪个呢 那就不太认得 好像似曾相识 不过不太知道是哪个 现在你见过我的样子 你知道 原来我本来有头发 那些头发 很厚的头发 很厚的头发 但是都可以脱光 不是脱光 脱光了 脱光了 就是可以享受 我们去到天堂 所以有复活是很好的 我们会被提在空中遇住相遇 并且在天堂永远享受神秘爱和喜乐 以及今生有神的能力 好了 我们怎样知道耶稣真有复活 如果耶稣真呢 我们就全心相信 全心跟从他 在这一阵 我会讲这些预言 希望大家会记得 放在记忆里面 首先就是圣经准确的预言 是非常准确和详细的预言 我们一起读诗诗篇22篇16节 犬类围着我 恶党怀恶 他门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他门分了外衣 为我的女衣尖溝 这个扎字是中国的古字 即是刺穿 刺穿我的手和脚 和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女衣抽签 这个诗篇就是大卫所写的 但大卫从来没有这样发生的 他们没有将他杀死的 在这个诗篇里面说到 是将他杀死的 原来他所说的是他的后裔 圣经说到大卫的后裔 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永远为王 而圣经就说到 这个后裔是如何 是手脚被人钉穿 和分了衣衫 很奇妙的地方 就是这个语言在什么时候写 就是耶稣之前一千年 在这里大家看到 大卫预言钉十字架 主前一千年的时候左右 但是那时候没有钉十字架 全世界的人其实很残忍 譬如中国人真的很多 很多种残忍的刑罰 日本人也是 有很多民族都有很多残忍的刑罰 但是呢全世界都没有钉十字架 是直到这个语言 六百多年之后 才有钉十字架的刑罰 就是这个钉十字架的刑罰 就是主前三四八年的时候 波斯人所发明的钉十字架 后来就是罗马人被钉十字架 而钉十字架是七百年左右 有钉十字架 因为到了主后三百多年的时候 罗马的帝王 君士坦丁布 他信了耶稣 他就废了钉十字架 只是这段时间 但是呢 在社语言的时候是没有 他怎知道将来 有钉十字架 还有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 大胃的后遥会钉十字架 基督会钉十字架 他怎知道呢 譬如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将来 怎样离开世界呢 没有人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的子女 怎样离开世界呢 更加不知 你的子女如果幽露生了 他生了一千年之后 最后的子女一千年之后 承受这个掌子权的耶稣 是会被钉十字架 他怎知道呢 这个很肯定是神的启示 他才能知道的 好了 这里呢 也都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 和说到耶路撒冷有什么发生的 但耶稣九章二十五节 一起读一下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出灵建造 重建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寿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困难的时候 艰难的时候 对不起 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连街大豪 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寿高者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旺的文来毁灭者 成活性所 至终必如洪水充滑 必有增战 一直到底 方能力士已经定了 这个预言是非常准确的 他说 从出灵灵 重建耶路撒冷 一直到这个寿高军就是基督的意思 因为在旧约 哪些人是寿高呢 寿高就是说 有贵重的高游 倒在他身上来高立他 有三个身份 就是王 在耶稣里的王 祭司和先知的三个身份 所以他们都是寿高者 但耶稣三个身份都有了 他又是万王之王 他又是祭司王 他又是先知王 他又是全港神的说话 那他是圣经所言的寿高者 他说 从出灵灵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寿高者出现的时候 是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加上来 七加六十二就是六十九 六十九个七 七成不出来 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十 那他就少一个七就是四百八十三 你自己买一成都可以 四百八十三 好了 那他说什么呢 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 他说在加拿的时候 圣经是加拿 这里错了 耶路撒冷连街和那些蚝 他在耶路撒冷前面有些蚝 即是有些坑在那裡 这是一个保护城的方法 他说连街戴壕都会重新建造 然后过了六十二个七之后 这个寿高者就会被剪裁 被杀死 这个很特别 又说到他是神所立的寿高者 因为旧约神所立的寿高者 是非常之宝贵 譬如大卫他不敢杀素罗 即使素罗追杀他 他不敢杀他 有机会杀他 也不敢杀他 因为他是神的寿高者 他不敢去伤害他 所以寿高者是很尊贵的 但这个寿高者必被剪除 被杀死 一无所有 然后有一黄的文 不是他们自己将这个城 毁灭这个城和圣所 耶路撒冷的圣城和圣所 是他们很欢喜的 将会毁灭 至终必如洪水充满 然后一路打仗 一直到底 即是会一路有战争 这个大约的过程 就是说 从出美领见到耶路撒冷 直到耶稣尼 有483年 然后耶稣尼就会被杀死 然后就会被人散和圣所毁灭 和打仗到底 这里用图来显示一下 主前457年 但为什么我用这个时间 就是因为以斯拉记 九章九节 以斯拉其实是回去 主要重建圣殿的 但是它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一起读 能重建我们神的殿 修其毁慧之处 使我们作有大 王耶路撒冷有长门 这里讲到是修神的殿 但见神的殿 但也讲到有长门 这个长门是否意思 即是他们可能开始建了一些长呢 即是这个 开始的话 就是主前457年 然后耶稣尼被人毁灭 因为他们黄了国 他们不听话 被巴比论人毁灭了 但是神说将来他会重建 就是透过弹义的书 就讲到会重建 然后483年 基督就会出现 就是他受洗 那为什么是483呢 就是 那个时间去到主后26年 为什么26年呢 因为耶稣受洗 就是主后 就是他30岁的时候 但这个叫功力 功力就是耶稣出世开始计 应该就是功力 功力是没有零年的 就是他出生的时候 应该是一年 那一路下去了 30年的时候 他应该就是受洗 就是他有个洗 就是他被施世让洗 然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这个就是他被立为受高者的时候 但是因为呢 其实这个功力呢 是有一个人呢 在耶稣之后 几百年他建立的 他有一个人呢 他有这个感动 他有这个感动 他就很想将耶稣出世的时间 成为历史的时间 于是呢 他就计算时间了 计算时间 耶稣什么时候出世 由那时候开始计 就是功力一年 但是呢 可惜他计错了 计错了一个错误 可能是三至五年 如果拿中间数字 就是二十六年 四百八十三 四百三 加二十六 如果用心算 六加三 等等 对不起 四五七加二十六 四五七加二十六 六加七就是十三 然后二加七就是八 四八三 四八三就是四八八三年 即是由出名见到耶稣三 直到耶稣受高的时候 是有四八八三年 就是刚才所说的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然后呢 耶路撒冷就会被毁灭 耶稣同一世代 耶稣被钉是主后三十年 然后呢 主后七十年 四十年之后 同一世代耶路撒冷就毁灭 然后一直打仗到现在 好了 这个另外的 将这个预言用另一个方法说 就是说到重建圣殿 和耶稣会出现在圣殿那里 就是圣殿就是为耶稣出现而设的 我们一起读马拉基书三章一节 万君之耶华说 我要猜忍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套路 你们所尋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养慕的快要来到 这个经文很特别的 万君之耶华说 神话 我要猜忍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套路 有个使者在我前面 后来新的圣经讲到 为谁预备套路 是为耶稣 所以这个圣经讲到 为谁预备套路 就是为耶稣预备套路 耶稣就是耶华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就是耶华 就是全能的三为一体的真神 神就会参事者 这个就是施洗弱汗 就会预备套路 预备耶稣的套路 而这里就讲到 就是预备耶华的路 就是神的路 好了 他说你所尋求的主 会忽然进入他圣殿 即他会在圣殿出现 他是立约的使者 使者的意思不是天使 就是说一个负责做一件事 就是好像一个 譬如你猜去外国的使者 这样的意思 他是跟人和神 神和人中间立约的 这个使者 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 就是他忽然间会进入圣殿 所以耶稣是会在圣殿出现的 然后呢 就 后来呢 到了几百年之后 耶稣来 就是将近五百年 耶稣来的时候 那耶稣来 你想想一个 譬如我们建一间屋 建了五百年 那间屋还会不会站得稳呢 通常来说 一间屋 几百年 其实一百年都不行 对吧 何况几百年更加不行 神就很特别 神就感动一个王 叫希律王 这个王是很残忍的 他杀他的太太 杀他的儿子 被一张耶路撒冷周围的婴孩 杀了 因为他怕耶稣出现 他怕他是成为由大的王 所以他就将那么多人杀死 但是神就感动他 他就开始修建这个圣殿 主持十九年 在耶稣之前 修建这个圣殿 由耶稣来到 然后呢 就 然后就被毁 这个圣殿好像为耶稣而設 下一幅图更加清楚 好了 这个 主持十九年 大家在这里看到 那个remote不在这里 主持十九年的时候 大希律 这个叫大希律 就开始抗建圣殿 他就开始建造这个圣殿 而耶稣降生是主持十四年 四年的时候 即是 建的圣殿十五年 因为那些圣殿是很靓 那些石头是有几大 是几百吨的 那些石头有些 好像由这里到那里那么长 那么阔 就是由这里到这幅墙 那么阔 那么高 那么大构的石 即居然会 即是会用 即是你想想 希律王 他会用这个方法 去建这么宏伟的圣殿 是用很多工程 所以十五年 他只是在那里建 在耶稣出世的时候 他仍在建 然后呢 耶稣来了 耶稣的传道 四十年 即是一个世代 然后耶路撒冷就毁灭 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间 其实圣殿有几长的时间 圣殿就是 就是 即是说 在重建圣殿 在主前 主前十九年的时候 开始起 至到七十年 就毁灭 毁灭 就是完全 好像为耶稣而设 那我们看到很特别 就是呢 一早已经毁灭的圣殿 他就说到他会重建 真的在那时候重建 就是耶稣要来的时候 重建了之后 那在这一段时间 其实在耶稣的时候 依然有一些修缺的 到耶稣的时候 这个圣殿就是最美的时候 然后呢 到后来 立即就毁灭 所以这个圣殿 真的好像为耶稣而设 给我们看到 是很特别的预言 就是说 我们再看回 就是说 他第一预言到耶稣 避坍十字架 耶路撒冷毁 毁灭 又重建 由耶稣会来 然后呢 亦都讲到 耶稣就会在圣殿出现 就特意 希律王就将这个圣殿重建 因为犹太人那时候 都没有这些能力 亦都没有权去重建这个圣殿 但是呢 希律王就给他这个权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 神就使用希律王 来将这个圣殿重建 预备耶稣回来 而争截到底就是什么呢 现在中东战争 我们经常都见到的 经常都有打仗 经常都有些恐怖活动 这个就是圣严圣经的预言 就是一路争战到底的 方良的事已经定了 另外 圣经中的科学性的证据 在这里我们也会讲一些的 约百记二十六章七节一起读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圆在虚空 由以赛书四十章二十二节 神坐在地球大圆至上 在这里讲到就是说 神将大地圆拐虚空 好吗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会不会将这些物件 如怪虚空那里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比起整个地球 整个地球 在以赛书下面 就是说到地球的大圈 这个很特别的 圣经那个时代 他怎会知道地是一个球体呢 全世界的文化 古代的文化 都是说到地是平的 圣经有时都会说到 地的四极 用人的方法说 但是呢 圣经也有说到 地是一个球体来的 并且在太空悬挂 这件事是 在当时来说 是无可能知道 但是呢 神是知道地 所以在圣经里面 有这些这样的说话 是给我们看得到 圣经是一早知道地 将来 即是科学家所发现的 这个地原来 懸怪虚空 但是当时已经是事实 但是神是知道 人是不知道的 那另外 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五节 一起读一下 你能发出闪电 叫他走去 使他对你说 可不再者类 这里讲到呢 就是说 你能不能发出闪电 叫他走出去 就告诉你 我们在这里 你可以用电来传递信息 就告诉别人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这样 这个圣经讲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 那些手机就是这样 很特别 手机是用电 闪电的电就很强 它用的电就是弱很多 它会发出这些电的信息 而其中一句说话 除了说你好这句说话 嗨 早晨 这些说话 这些民安说话之外 另外一句说话 很多人用就是说 我们在哪里 我们来到楼下 荔枝国地铁出口 你现在来了没有 例如我们有时 人会这样说 你去到哪里 很特别 就是你能不能发出闪电 告诉别人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在几千年之前 圣经已经说了这些说话 给我们看得到 圣经是一早 神已经知道 将来人可以用电来传递信息 这是其中一个 给我们看到的圣经的证据 另外 神的证据 也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 马可方十六章十七节 一起读一下 信息人哪有神迹 除着他闻 就是奉爱名管轨 手患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就是耶稣告诉我们 这个权并 这个权并是什么呢 就是有神迹随着信的人 有什么神迹呢 就是奉耶稣名 可以赶鬼和手患病人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这种事呢 真是人是没有把握的 但是的而且确 我们是时时做的 赶邪灵是我们时时做的 真是很明显的 有些人拜偶像 接触邻界 文米 占卜 蝶仙 这些人呢 或者拜偶像 拜很多的人 很多都有邪灵的 也都有一些不同的义教 或者去到不同的国家宣教的时候 都会有些人 在信那些义教的时候 有些邪灵 他们就会找基督徒 跟他说邪灵 这句说话 这样说是没有用的 譬如有个人说 你可以奉我的名 会行神迹 但他说不代表有神迹 但耶稣说了真是我们奉耶稣名 可以有这个神迹 就让我们看到 耶稣是真神 耶稣是有权兵的 是今天活着 他不是以前活着 是今天 一直到永远都活着 即不是只是以前活着 是一直到现在都永远活着 耶稣奉耶稣名 可以赶鬼 其中这个影片 如果大家想要 我可以传给你的 这个人呢 我跟他祈祷的时候 最初我越对不是跟他说邪灵 因为整个大班人在教堂里面 我只是跟他按手经历圣灵 但是他的手是硬了 大家听不听到他的手呢 他躺在那里 但是他的手是硬了 这里就是的 这里硬了 那他就不动得 很害怕很害怕 他就说 要死不行 那我就说不用怕 这个是邪灵 你真悔改信靠耶稣 将生命给耶稣就没事了 那我就跟他祈祷 然后我就说 你愿意将生命给耶稣 他说愿意 他一说了愿意 立即就松了 他很开心 他说我看到上面 有几个天使在那里拍掌 他看到上面有几个天使在那里拍掌 他说很开心 很兴奋 我是泄露了这个过程的 大家可以 我可以传给你 可以看回这个 其实我有不同的赶邪灵的经历 而这个比较特别 就是他硬了 硬了不动得 这些东西不可以制造出来 而一说了之后 他就松了 另外有很多人的证据 就是证明人真的有灵魂 上网也有很多 有些人死了 或者打坐 他的灵魂会出来 出来 怎料他真的有出来 他会见到周围的事物 比如见到屋顶有些什么 见到谁进来救他 谁做些什么 有很多记载 有很多人写书 证明人真的有灵魂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肯定 非常肯定 是很多方面的证据 因为实际上很多人大规模研究 有些人将要死 因为在医院里面 他要动手术 可能会死 他们就记录下过程 然后当他一救回的时候 就问他 在借先的过程的时候 你有什么经历 其中一个出名的 在BBC 英国广播公司 有一个影片 里面说到一个女人 是唱歌的 唱歌出名的人 她的脑中间有一个扭 所以她开脑的时候 她一定会心脏停止 他们就记录下所有的过程 以及将她的耳朵塞住 将她的眼睛封住 他未进入房间 就已经跟她封住 然后塞住了 然后她进入房间的时候 已经是昏迷了 昏迷了 然后就开始 将她的头转开 转开 她就说她的灵魂出来了 看到她 她就告诉医生 因为英文就说 她说 saw your head open 她就以为是锯开 她说你都不是用锯 你用转的 她又说出一个转 是怎样好像电牙柴 不过有不同的转头 放在一个箱里 有大有小的 那你将我的头转开 还有有个医生说 她说这边的动物不够大 那我另一医生就说 用另一边 那这些说话 她都说得出来 证明她真的 当时她已经死了 但是她知道 发生什么事 也有很多不同的个案 就证明人真的有灵魂 并且有些 他们 大部分人之后的生命 也有很大的改变 那有些又上天堂 落地獄 回来说的 是很震撼的生命 就证明真的有天堂 落地獄 也有很多人曾经去地獄 其中这本书 《真的有天堂》 《Haven is for real》 就讲到一个小朋友 去天堂 她就见到她的姐姐 因为她的姐姐是死了的 她就不知道有一个死了的姐姐 她上去的时候 那个女孩走过来 告诉她 我是你的姐姐 她回来问妈妈 是不是有个姐姐 她说是呀 你有个姐姐 她说不是这个还有一个 她妈说 你怎样知道呢 她说我上天堂见到她 她又见到她的爷 见到她的爷子 是年轻了 她的爷子 把她的爷子 说给她的爷子 他就说了给她的爷子 他说阿爷 告诉我你的爷子 他说给她的爷子 他说给她的爷子 爸爸就说 这些真是你上天堂 你见到的事情 这些是 证明她真的有去过天堂 另外这个 就是王全道 是我亲自去访问她 我有三个影片 就是她祈祷 常常上天堂 她就见到 这个蓝色衣的女人的丈夫 上去天堂的时候 把她的丈夫 说了些事情 给王全道 王全道回来 告诉她的太太 她说 你当然见到她了 因为她知道她的秘密 还有她又说给她的妈妈 这个是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也是 因为这个太太 在她的妈妈的教会侍奉 她问她的妈妈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她的妈妈也是说有这样的事 还有王全道 也见到她的祖先是杀人 她回来才问她的妈妈 谁是祖先杀人 她说她的太太 以前在日本一打仗的时候 是汉奸 她有一支枪 她整天晚上走出去 都不知道有杀了多少人 神在天上就告诉王全道 还有另外一个人 也有她家庭的情况 有三个家庭 我访问了三个影片 就是证明她真的去了天堂 就让我们看到 这些是客观的证据 证明有天堂 好了 真的有神 真的有天堂 真的有复活 那有什么效果呢 即是说将来 这个一个图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是哪个 乔宏 这个乔宏 老的时候 乔宏 年轻的时候 真的很英伟 很英俊 年轻的时候 即是她上天堂 或者你不是看到她这个样子 你就看到她年轻 英俊的样子 这样的时候 哇 希望大家真的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我们将来会年轻的 虽然年少一直增加 但是我们的样子会年轻的 身体的健康做好也会年轻的 还有神有很多的恩典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耶稣是真的复活 希望我们真信耶稣 跟着耶稣 不要保留些少 而是全心走神的路 将来我们都会年轻 在天上的时候 又开心又快乐又没有烦恼 好了 那主耶稣会带给我们些什么的祝福呢 第一 一起读 信从主的人将来会复活和避体 贴塞罗里加前书四章十六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上的声音 又有神的谱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亡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者活着魂 传流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魂女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这里讲到将来我们会复活 在基督里面死的人 首先会复活 然后呢 首先那些坟墓会开完 其实要开我们又不知道 或者不用开都未定 因为他可能穿过一些空间走出来的 穿过一些棺材走出来 又或者是地开了 无论哪一样都不要紧 总之他们就会复活 然后呢 我们活着完全流的人 就会和他们一起被提到魂女 在高伦多前书十五章就讲到 一撒时一撒晚之间 我们就会改变形象 所以这里就讲到 将来我们会改变形象 一起被提到魂女 在空中与主相遇 就要永远同住一齐了 那这个是 就是信主的人 一个很好的盼望 将来我们都会改变形象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会 触实这个应许 首先我们关心 是不是真的有神 是不是真的复活 如果是真的时候 我们就跟着耶稣 走着耶稣的路 而所有我们为耶稣所做 都永存的 是神会纪念的 而将来我们就会 復活有荣耀的身体 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将来我们復活的时候 就会被提了 一起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遇 然后第二点一起读 主復活带给我们极大的能力 以不所书一章十九节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献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照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或一切有明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 也都超过你 在这里告诉我们 基督徒有很大的能力 我们有很大的能力 神的能力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能力 成为大能的战士 那是什么能力呢 他说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 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并且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就是叫他复活和坐在天上的右边 那坐在天上的右边是什么意思呢 这要解释了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或一切有明的 不但今世来世的 也都超过 即是原来 神叫耶稣是什么呢 从死里复活 然后坐在神的右边 坐在神的右边 即是超过一切所有的权兵 任何权兵 政府的权兵 任何人的权兵 全部都超过了 任何魔鬼的权兵 全部都超过了 但一会会说 我们都是和他一起复活的 但这里讲的是能力 这个能力 叫耶稣復活 坐在天上 聖过一切能力 这个能力 在我们里面运行 只要我们去捉住耶稣 我们就会得着这个能力 那我呢 最近有看到 Hidy Baker的影片 Hidy Baker 神赐给他 去到非洲 Mozambique 在那里 他是做很大的神的工作 修养很多孤儿 然后呢 就训练他们 有很多成为牧师 建立很多教育 他会建立几千间教会 给他很多神迹其事 所以其实我 我会有计划 就是将来 今年我会写多些东西的 我就会 少出去 但我都会去Liberia Liberia Liberia 当我写到更多的教材 在一方面在香港用 第二方面就是去到外国 我写好的时候 我就会出去 其中我会去Mozambique 我会问他 可不可以探他 他说到他的神迹 什么程度呢 死人复活 有几个钟头 有几个池死了 有几日都有 盲人 开眼 还有很大改变 还有就是五饼鱼鱼 但是他不是真的五饼鱼鱼 他是试过怎么样 很少的食物 得很少的食物 但是他可以分给这么多人吃 还有他说 还有一个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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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呢 原来都可以复制装置 他说 他说 不只是复制食物 复制那些碟 那些碟 他本来只有几个碟 其实情况是这样的 有一个人 就在当地的领事馆做 认识他 就听到他说 他没东西吃 他带了一餐给他家人 他和家人吃 但他说 我家人很大的 我家人很大的 为什么呢 他修养几百个 有时几千个孤儿 很多个孤儿 他说 我只得这么少 我怎么够吃呢 但是他说 那个人就说 我不如回去预备多些 他说不用 我们祈祷了 然后呢 他开始把食物分的时候 结果是越分越够的 这是他网上的见证 其实 神是很大的使用 他很长时间祈祷 他经历神很大的工作 这个是在莫斯坦比克的 这个孙教尔和丈夫 Roland Baker 他真的运用这个大能 我想问你 这个大能 是否限制于某些人 其实是给任何人 只要我们肯 多亲近神 多亲近神 多走神的路 我们都可以带着能力 我们中间有人为大家 服势讨过 我希望大家都有个心 我希望我将来都给神用 我走在神的路上 当你给神使用的时候 神一定喜悦你 神一定祝福你 他的经历是很多 他经常都见到耶稣 见到耶稣的眼 他说当他想回耶稣的眼 他有动力继续下去 因为他实在面对很大的考验 有时几天都没有东西吃 但是呢 跟着后来就有东西吃了 即有时都要禁食 被迫禁食 还有呢 神会给我们这个位分 刚刚的经文就说到 耶稣坐在天上 现在这个经文 说到我们在天上 但这个在原文圣经 是过去识的 还有你看到是过去识 因为他是说到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我们一起读一下耶稣 所书二章五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因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在在天上 好了 我们看到这里 复活在天上 我们以为是将来 但其实他是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 这是过去识的缘分 你如果看英文圣经 可以看到是过去识的 神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有新的生命 然后一起复活 又是过去识的 我们已经与耶稣复活了 这个复活是灵的复活 不是将来的复活 然后一起坐在天上 又是过去识的 如果大家看英文 你就会看得到的 那原来的意思就是 我们是说什么呢 我们跟耶稣一起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 就会有新的生命 然后跟耶稣一起 有新的生命 会出来了 然后跟耶稣一起 坐在天上 什么意思呢 正如先我们刚读的经文 就是有耶稣的权兵 行神即医病赶鬼 其实我们都经常见到这件事 正如先有一个女孩来到的时候 她都一直有邪灵的彰衍 就是我们祈祷的时候 神的能力随着我们 希望大家深信我们的位分 同样我将你的形容 我们个人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有神的权柄 但有些基督徒是怎么活得 有孤儿的心态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疼我 没有人体重我 很孤单 他们是完全看不到我这个身份的伟大 当我们看到我这个身份的伟大 我们就会束实耶稣 我们就不让任何人 任何人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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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环境影响 我们很特别的 不要紧要他们说什么 不要紧要 他们不破坏神的计划 因为我们是很尊贵 这样的时候 是没有人影响到我们 其实我也受很多伤害 但我不受下去 我处理我不受下去的时候 我就能够轻散 我希望大家知道我这个位分和权柄 就不受人的影响 是有信心 所以復活和告诉我们 我们和耶稣一起復活 有这个新的生命 有这个权柄 有这个权柄 先说到有神的能力 也将来会被提 是我们有这些神给我们的权柄 第四就是 基督会将恩赐给我们 以不所书四样八折 所以经常说 他升上高兴的时候 努力仇敌 将各人的恩赐赏给人 在这里说到 就是说 耶稣復活日升天 他升天的时候 努力仇敌魔鬼 就将各人的恩赐 很自由给人 因为魔鬼本来 限制了人得不到神的恩恋 但现在魔鬼被捆绑了 神就能够将各人的恩赐赐给人 这个圖就是一个代表性 好像一个人很办能 什么都可以 什么运动都可以 这个全部都是运动 但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就有各样的恩赐 我们发觉那些愿意给神用的人 他就越来越废 发觉多恩赐 很多个都不是单一样恩赐 他为人祈祷 祈祷 辅导 去帮助人 去探访 带领敬拜 祷告 都很有恩赐 甚至讲信息 去带领人信主 很多方面都有这个恩赐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注目在世界 和软弱 和人的不好 注目在神 我们就触实神 这个復活的大能 我们的生命就不同了 但很多基督徒 常常看着那些问题 就很惨很惨 但其实 这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有各样的恩赐 就是怎样 我们有各样的恩赐 就是怎样 使用这些恩赐 使用出来 不要浪败了它 好了 这里最后讲到就是 基督徒復活 到底是怎样的呢 耶稣的復活 代表了一个新的盼望 就是我们復活的仇 那个身体的形象 高龙多词诗15章35节 一起读 有人问 死人怎样復活 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无知的人 你所种的药 不死就不能生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 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子粒 即如脈子 或是别人的谷 但神除自己的意思 吸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样子粒 各有自己的形体 好了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 到底死人復活是什么身体呢 保罗就说 他说你所种的 如果不死就不能生 你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 将来的形体 即是我们将来復活之后的身体 所种即是现在的身体 即是我们现在 现在好像个字粒 将来就生出来了 现在看个个都一样的 但将来是有分别 一会儿他会说到有分别 我们现在的身体 是一种 但将来有另一种的形体 好像子粒 好像脈子 或者别人的谷 即是这一粒谷 我们现在好像一粒谷 但将来成长就不同了 神除自己的意思 给他一个形体 下面就讲到什么形体 接着第39节一起读一下 凡肉体各有不同 人是一样 瘦又是一样 鸟又是一样 鱼又是一样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的荣光也是一样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死人復活也是这样 这里讲到什么呢 他讲到地上的形体 人是一样 地上的形体 有人 有野兽 又有鸟仔 又有鱼 这些是地上的形体 天上的形体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的荣光也是一样 即是地上的荣光 其实我们也有荣光 因为显出神的创造 人是很荣美的 就算是动物 你看这些蝴蝶 那些动物都是很荣耀 很漂亮的 这些都是有荣光的 不过这个 对不起 不过这个是一种的荣体 一种的荣光 将来就有另一种荣光 然后他就说 日头有日头的荣光 月亮有月亮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而这颗星和那颗星的荣光 也有分别 星有些光也有些满光 死人复活也是者有 这个经文很特别 他就说 现在我们好像人 各样的动物 将来有天上的形体 那他就用 现在看得见的形体 来形容 就是日月星 和星都有光点 和旺光的 所以就说到 将来是有不同的荣光 那到底这要说的是什么呢 日有日的荣光 又说死人复活也是者用 就是说死人复活之后 就好似日 好似月 或者好似星 即是有不同的形体 大家再看一次 因为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者用 那怎么也是者用呢 就是我们将来 会有天上的形体 和天上的荣光 而天上的荣光 是有不同的 有日月有月有星的 那其实圣经有讲到有不同的 在高龙多前说第三章有讲到 我们种的是什么 将来收的是什么 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 有些人是草木和家 有些人是金银堡石 是永远存留的 是每一个人是不同的 那到底这个荣光是什么意思呢 在出埃求记33章18节 即是有包含什么意思 我们一起读一下 摩西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的汗 也要说 我要显我一切的人 因此在你面前经过 宣布我的名 摩西就求神 他说 给我看你的荣耀 摩西都很 第一就是大胆 第二就是渴求 渴求更多 神说你给我看你的荣耀 真是很特别 他上山上也很不同 他上去西那山的时候 神跟他说话 可能他那时候看不到 很想看到 他说神啊 你让我看看你的荣耀 但神一答他 不是说他的荣耀 神答他 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 在你面前经过 即是他问就问荣耀 但神回答就是 恩慈 即是原来呢 当神的荣耀经过呢 就是充满他的恩慈 接着呢 夏文就说到 神就说了 他说当我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用我的手遮住你 让你在石那里看不到我 我一过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我背后 就是说到荣耀的 这里是说到的恩慈 原来神的荣耀 就是带着他的恩慈 即是说 耶稣 有些人上天堂 看到耶稣充满荣光 其实一方面是荣光 一方面是充满他的恩慈 他的属性 他的怜悯 他的爱 他的喜乐 是满在他身上的 所以这个荣光 就是将来 我们每一个人 所经历的 是不同的 因为先说到 有星、月和日的荣光是不同的 这个我做了一个图 就是呢 将来呢 因为我做不到一个 荣耀的我出来 所以找一个 提出来 将来呢 就是会呢 我们都会有荣光 将来呢 我们整个人都会充满荣光 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荣光 而每一个人有不同的 那怎样有不同 我先解释一下 这个日 这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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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球 这个月亮 其实月亮本身没有光 它是太阳光反射下去 然后星的荣光 这个是大星 这些是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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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星都不小的 其实小星都不小 到底是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 有些人复活 就真的是整个太阳那样 将来我们复活就是这样 因为圣经说 很久就说 将来我们复活怎样的呢 他就说 地有地的形体 天有天的形体 地的形体 有地上的荣光 天上的形体 有天上的荣光 有日有月有星 你们复活都是这样 所以说到将来 就是说 基督徒复活的时候 有些好像太阳那样光 因为有些人 真是祝福很多人 有些人 就好像天的光 都很好 有些人是星的光 都好的 真的跟现在比较很多 有些是大星 有些是小星 到底你想是哪一种呢 我们又不是说 有些人说 那我 是不是要发光多些呢 光多些有什么分别呢 我这先所说 就是这个光 其实是神的恩慈 将来 每一个人经历 神的同在 神的爱 神的喜乐是不同的 在神的同在之中 有些人的程度 是很不同 今世都不同 今世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不同的 当我们学到 用灵的祷告 你随时一套 立即有神的同在 但有些人 他是经过一段时间 温暖才能经历到神 我希望大家 就是说 神啊我渴慕你 其实圣经讲很容易 圣经讲怎样容易呢 圣经说 你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这人不能不能赏赐 你给开一杯凉水 你就不要给一杯 就是他两杯 帮人帮多些 多些笑脸 欢迎人 关心人 学习为人祷告 学习关心人 传呼音 当你开始做的时候 你发现你可以做很多事 其实 我们当中有些人被人影响 就是有些人骂 他骂完我 他现在都不在 我为什么要给他影响 我为什么要想着他 是不是 就算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骂 我是否要放在心上 其实不一定 一定要放在心上 他不是骂 为了他的空气消失 那些垃圾 不用吃的 他不是垃圾 但是他说的说话是垃圾 我不受到一些伤害 而我经常坚持 我生命很宝贵 因为耶稣叫我 从死里复活 我耶稣复活之后 我已经和他在一起 将来我会被提 我现在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能力 神的权柄 神的身份 我是超越一切的 并且我将来 是会有荣耀的身体 是有荣光的 是很特别的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荣光 你知道有些人 魔鬼教 他就专门去攻击基督徒 他们就会有些灵魂出竅 他就会出去攻击 有些基督徒 这个是在网上也有说 有些人后来 所以耶稣也有作变症 他会在灵里面 去到某些人那里 去攻击他们 他们就说 看到有些基督徒是发光的 那个荣光是我们看不到的 但是那些人在灵里面 就看得到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 现在的荣光都不同的 我希望大家渴望我走神的路 其实由最简单做起耶稣 我说到你要做最难的 第一 你就是 喜欢神之力 最简单就是喜欢神 神很好的 我喜欢他 我常常感激他 我常常欢喜他 你当你常常感激神 已经有神的荣耀在你身上 第二 你见到人就想祝福 你见到人 你就要关心他 你服侍他 祝福他 受训练的时候 神有一步提升 而你做一路事奉开的 那些呢 就不要给一些负面的东西影响你 我说 哎呀死了 我帮完的人都不能改变 你帮完 他改不改变是他的责任 我们就感谢神了 神啊 我所做的 你纪念的 是永远上次的 那你就时时有个正面的心 就有力量 因为事奉人也可以累的 糟了我做的那么多 那些人的改变不大 我们不用这么想的 我们个人都说 我所做的 神很欢喜的 就算那些人不改变 神也会欢喜的 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争取机会 放下所有的烦恼 其实不值得捉住 没有一样烦恶 我们只能捉住 对不对 捉住有什么好处呢 是没有好处 是全部都是不好的 只是令到我们更加烦 更加不开心 更加执着 有时候我们要捉住一些东西 我要得到这个 得到那个任 但你 反而捉住你越辛苦 但你越放手 神越给你 神将最好的给你 我希望大家 注目在神 在世界上 很多人就说 我用我的方法走 这条路都可以 我信耶稣 不过我一脚踏两船 我信耶稣 我又一脚在世界上 我两个都有 但其实神两个都给的 你听了神的话 神要祝福你 以至你能够做到更大的事 我都想不到 神可以给我有这个机会 去列国宣教 我没有可能有那么多钱 但是神就会公认我 我感谢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信心 你走一步 你就可以走第二步 首先第一步 放下垃圾 放下不好的东西 祝实耶稣 祝福耶稣 经常摑上神 经常经常习味耶稣 经常看圣经 然后便快祝福耶稣 这些全是神祈念的 我希望大家 注目在神里 我一起 祈祷在神里面前 祈祷神 您帮我 帮我反省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浪费生命 我们有没有浪费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被人匾祸 以致很辛苦、很煩惱、很不开心、很没力量 没力量向前行伸 求你释放我们的灵 求你释放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能够向前去 耶稣的时候一定会蒙福的 求主感动我们的心 何必捉住那些烦恼呢 在这一会儿大家可以用一手示意 把烦恼丢掉 把不开心丢掉 把重疼丢掉 把伤害丢掉 何必捉住那些伤害 捉住那些伤害是没有益处的 我放手 让耶稣做主做王 把我们的坚持位放手 而是真的走神的路 不要浪费我们的命 神可以使用我们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靠神的灵感动我们 就是说神是我们愿意给神的洗路 我们愿意走神的路 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永存的 我们所做的是永存 神是永远赏 神是永远赏 神是永远纪念的 就算一个微笑 一杯凉水 一个关心 无论什么 我们做不在人身上 神都是纪念的 不是在教堂 在外面也是的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做的 神都是纪念的 在这里有谁 你说我愿意神 我愿意 我愿意走在你的路上 我愿意追求神你的路 我愿意追求你的路 你愿意的话 我鼓励你 在这一刻 你向神去说 神是我愿意 或者你可以站起来 神是我愿意 神是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走在你的路上 我愿意走在你的路上 我愿意被你洗浴 我愿意 带着神的同在 主要求你施恩怜悦我们 走在神完美的计划之中 多谢你 主受神的灵 你跟神去说 神是我愿意做到什么 即使我们看到圣经的证据 神的证据很特别 我们看到神是真的 我们看到神是纪念的 我们是神 我们愿意将生命献上 不再被这个世界赤我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福 感谢天福 求主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个 求主施恩祝福 加强我们信心 求我们走在神完美的计划 至终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主啊 叫我们 全心爱你 全心亲近你 神啊 我们需要你 主耶稣 我们需要你 而我们真的 捉住耶稣 耶稣一定欢喜 耶稣一定赏赐 一定加力量 多谢主 感谢主